平川说电竞,天天聊不瘦 大家好,我是平川 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一场欧洲的比赛 最近做了几场欧洲的比赛 反响都非常不错 看来国内还是很喜欢看欧洲选手的打法 毕竟和我们这边的打法有点不太一样 好,我们看一下双方的一个出身点位 出身在亚马逊地图 右上角的是这个粉红色的兽人选手 叫RAZZORMAN 然后他的对手出现在地图的左下角 蓝色的暗夜精灵选手 很有个性,ID就是三个H 好,我们看一下双方的一个首发英雄 暗夜精灵这一边首发的是KOG 小AC过来勾一个闪电盾 看来勾队还不错 兽人这一边首发的是先知 先知打暗夜精灵好不好打呢 我们拭目以待 在我们这边的话 一般好像打暗夜精灵 还是出剑射啊 然后出大忌 萨满这套打法 我们看一下先知流能不能打 好,前击的话 兽人打了一个头环 然后KOG打了个加6的攻击之爪 大家觉得哪个装备好一点呢 我觉得就 是吧 整个游戏的 整个游戏的发育来看 还是头环比较好一点 但前期双方英雄 对鲁的话 那应该是这个攻击之爪可能好一点 好,看一下接下来 还是继续练击啊 两个人 科技方面 兽人现在点了200 暗夜精灵也点了 稍微慢了一丁点 就感觉欧洲人的打法就是奇怪 无论什么种族都不开矿 是吧 反正先升科技 先练一波级 然后再打架 等打的实在是 不想打架了 那抽个空去开一个矿 这不像亚洲的打法 亚洲的打法可能制定战术之前就想好了 这一局要开矿 是吧 没矿 怎么打 好,手轮这里打了一个加速手套 一个力量手套 哇 这个KOG有点猛啊 又打了一个攻击之爪移感性 这KOG 能把它用成攻击型英雄吗 好 三级的 三级的KOG 看要搞一波什么小动作 现在兽人家里两个地洞 两个地洞 好 小精灵看到了这边兽人的练击 小精灵抱了一下 然后三个小AC想上去 但好像有点上不去啊 那三级的KOG来了 诶 升的是两级缠吗 我们看一下 一上来一个缠绕 有可能是两级缠绕 好,这个大技要交代了 先知依然乐子不疲在练级 练完这个小怪终于到了三级 双方英雄都是三级 只不过这个KOG 平A的伤害高一点 好,现在双方 本都差一点要升好了 双方英雄还在前线继续缠斗 KOG利用自己的二级缠绕 在各种消耗对方的大技 好,看这个小精灵抱一下 只抱到一个狼 那一个狼没有抱死 好 这二级的狼抱一下经验也不少 加上又一个大技 被缠绕,致死 那前期KOG这一波 赚的有点多呀 好,二本即将好 二本好之后 暗夜精灵二发什么英雄呢 应该是中立 二发一个炼金吗 拭目以待 兽人这一边 二发的是小歪 其这个战术有点缺高 一般都是小歪配剑圣 牛头配先知 这边是小歪配先知 看后期怎么打 哦 暗夜精灵这边 二发了一个兽王 好,一上来 要开始拆一下兽人的二本建筑 看看能不能占到什么便宜 好,一上来 诶,这KOG啊 一个兽人都没有放出来 难道 好,继续 看到对方部队回防 那暗夜精灵稍微撤一下 好,这一波炼击 这个兽王 放出了自己的熊 但是看到 兽人跑了过来 那赶紧还是先让一下 毕竟这个小歪有点猛 不知道小歪应该是生的变吗 看一下 这兽人有点高啊 顶着暗夜精灵 来这里练这一波分框 好 贴了一个加速 兽人贴了一个加速 小秒KOG 看能不能围杀到KOG 一上来冲 哦,一个闪电链 诶,小歪 小歪继续想变 差一点就变到 幸好KOG及时点出自己的TP 缠绕了一个狼 还被给缠绕死了 你敢信 现在 奥本好了之后 暗夜精灵选择的是 出小路 然后用自己的战争古术配合 练一下自己的分框 那兽人这一边 成功把分框练掉 练了一个大蓝 这个装备很不错 对于小歪来说 好,现在 兽人练完 打算去干嘛呢 继续出狼旗 狼旗身网 这边也打了一个大蓝 你敢信 反正最近的 这个 掉宝的概率啊 真的是非常公平 一般他掉一个什么好宝贝 他也会掉 好,现在兽人直接往 暗夜精灵的分框冲过来 那这一波 前期暗夜精灵 好像只有小AC加一个小鹿 部队好像不是特别的猛 好,小Y二级身的是加雪啊 一个闪电链 好,首先把这个小鹿给解决掉 小鹿解决掉之后呢 暗夜精灵这边 控制的兵种就少了 操作空间就没这么大 好,现在集系 7A 兽王 兽王磕了一个血 在KOG把它保存回去 好,这边要把KOG 逼动了吗 逼动 现在KOG 并没有保命道具 KOG现在4G 先知 先知被缠绕 那先知看谁 先TP 好,先知选择了TP 看能不能把KOG带走 好,把4GKOG带走 那兽人这一波不亏 诶 兽王为什么不买一个保存呢 刚才鲁口上的 你及时赶过来 是吧 能把自己的KOG给保存好 那多么美妙的事情 好,小Y回家补给一下狼旗 造了几个啊 两个狼旗 哇 这4个狼旗有点猛啊 要跑家吗 4个狼旗来分块 一块 分块 还没有造 然后这边兽王 继续练集 练完这一波 能到3吗 好 趁你KOG 还没有复活 这狼旗一波过来拆 能拆了不少建筑啊 你上来把两个小路给网住 哇 5个狼旗 那这两个小路要交代了 诶 这一波不会暗夜就被打死了吧 先知升到了4级啊 继续拆 拆月亮景 解决了这个商店之后啊 加了两个小路 继续拆月亮景 这一波 诶 要为啥兽王吗 这5个狼旗 确实能够无限网啊 好 继续网 兽王没有保命道具 兽王也被带走了哇 那这一波暗夜双英雄阵亡 只有几个小路还加上一些 AC 这一波 这一波要没了吧 看一下 不过狼旗的输出有点不太够 然后 狼旗这个先知的闪电链 是吧 对小路也造成不了什么危害 哇 这一波 你一直说暗夜就是钢啊 英雄不在了什么 你好歹往里面缩一下呀 或者是稍微迂回绕一下 这名暗夜选手说 我们是欧洲暗夜是吧 哪有后退的道理 就是钢 那这一波兵打完 暗夜没兵了呀 暗夜就一个KOG 四级KOG走出了祭坛 面对的是对方 看一下 面对的是对方五十人口的部队 好 现在KOG终于生 终于用了自己的缠绕 加上自己的树人 好 一下缠绕了两个狼旗 再加上树人 还没减 一个四级KOG能打 能打受阻这五十人口的部队 应该性 好 家里继续补这个小路 也现在终于知道 往里面撤了是吧 好 现在又拆了暗夜一个月亮景 幸好兽祖这边没有进化单位 所以出一下这个小树人 那还是前进能打一波的 兽人现在注出狼旗 加上大忌 这大树拍起来 伤害也很高啊 这样感觉 诶 这一波打完之后 兽人好像很亏啊 这一个KOG 这个二级缠绕 真的好凶啊 你敢信 这一个KOG 加几个小六 就把五十人口 兽人五十波 人口的进攻给扛了下来 看来KOG真的是暗夜的真大退啊 好 现在KOG打完这一波啊 整整要升一级了 即将升到五级 嗯 欧洲的比赛 诶 就是好看 是吧 果你优势 略势 反正这一波一定要打 就是正面刚 好 现在先知升到三级 现在三级狼有隐身 三级狼有隐身 但兽足真的是很高啊 白牛还不出吗 就是不出白牛 诶 出狼旗大计 但是你不出白牛的话 这五级的 五级的KOG 一缠一个狼旗啊 很舒服 好 后面再继续补这个小鹿 诶 兽王 兽王小心 兽王被三个狼旗网 再加上两个三级狼 好 幸好这个KOG有个保存 直接把这个兽王 保存到了后排部队 这KOG又磕了一个进化药水 好小歪很聪明 打断了一下 诶 兽王 兽王 兽王又倒下 被狼旗给网住了 没办法 兽王再一次倒架 那KOG没局很开心是吧 兽王倒下 那所有的经验都是我的 我一缠一个狼旗 真的好舒服呀 这兽王为什么就要这么配合呢 难道就不能出一些进化单位吗 好 在平川的多次呼喊之下 他终于出现出了一个白牛 他也感觉到 哇 这5G的KOG一缠一个狼旗 好亏呀 好 然后双方正面进攻之后 双方的部队都所剩5级 那好的就是双方英雄等级都比较高 兽人这边是5-4 然后暗夜精灵这边是5-3 哇 我很期待这一级双方能打到3个6级的英雄 好 兽人这边练了一波级 家里继续补狼旗 你甘心 欧洲的狼旗不是用来跑狼旗 是用来打正面的 敢不敢动 年度最感动的魔兽玩家 这要是在亚洲的兽人来说 出3个狼旗就想跑狼旗的 你这边出我123456 6个狼旗 还在继续打正面练级 感动世界 感动全球 魔十大 魔坛感动人物之一 好 现在一边是出狼旗 一边是出小鹿 打法非常 都是不是很常规 哎 兽人想远程产宽 远程产宽 农民 小鹿一个一个点掉 那现在开始 双方打正面 一打正面 这个KOG先来两个缠 然后小鹿后面点 这狼旗真的是有一点 难受啊 被缠的 一缠一个狼旗 然后小鹿 幸好有二级小鹿 一直在拼命呢 拼命呢 拼命呢 KOG身上也没买一个大蓝带着 如果买一个大蓝带着 那岂不是更爽 你看要是莫莽的小鹿 那从来不会对路 是吧 一边是跳来跳去 跳来跳去 但是欧洲这边的小鹿 哎 对路 就是对路 然后狼旗也是对路 好 双方打完之后 貌似 虽然说兽人的狼旗都丢完了 但是 小鹿好像损烧也不低 就在关键 就在关键时刻 KOG开启了这些大招 那 这三个小鹿 还是能够享受一波的 好 一个保存 把一个 一丝一丝起来的小鹿 保存了回家 打完之后 这个暗夜现在也只留下了两个小鹿 兽足也只有留下两个狼旗 这两个狼旗 好像也要被交代 好 交代一个狼旗 兽 兽王升到了四级 四级的兽王 召唤物其实也很猛的 对方的 趋算单位并不多 现在只有两个白牛 好 现在 狼旗 狼旗 狼旗继续出 狼旗继续往 暗夜精灵出了一个熊 你敢信 三本都没有出熊 那出熊的作用 险恶意见 那就是用来加血的 好 四级兽王阵王 那 KOG带着两个小鹿 只能跑了 正面打法 诶 兽能还是占了优势 毕竟两个英雄的等级有点优势 好 二本的暗夜精灵 出了两个熊 这两个熊就是用来厚一下 然后加一个反浪环桶 是吧 反正不能爬 三本都没有 诶 看到对方出熊 这兽联有一点发慌 赶紧出科多 是吧 吞一下 然后这边的苦弓 续续远程采矿 三级王过来侦查一下 这有点忍不住 还想咬了KOG一口 受人好像耐不住寂寞了 又想进攻 又想发起进攻 好 带着自己的四个狼旗 三个白牛 那行 这一部部队稍微的有点科学啊 毕竟 有三个白牛 好 三个白牛 四个狼旗 加一个KO多 那这一波 暗夜精灵 能长住吗 好 兽王即将 即将走出祭坛 但现在是白天啊 白天 对于暗夜来说 并不是一个 是吧 非常好的决战时刻 好 首先 哇 这个熊 跑向前面去干嘛呀 一上来一个熊 就被干掉了 这个熊 现在只是辅助啊 应该在后面加血的 科多直接咬掉了一个熊 哇 暗夜的熊 操作估计是 还没有意识到自己是二本 啊 还把熊当三本来游 想冲上去趴下来 当后对 结果 被对方三下量出二 直接解决掉了这两个科多 好 狼旗 熊 看一下 KOG啊 有钱 买了三个净坏水 他吃了一个 还有两个 那现在要找准机会 再放一个大 家里的 伐木机器人也开始出来战斗 三级的男还是很强的 小歪 KOG再一次放自己的大招 但是 小歪很聪明 提前生了一个变 直接就把六级的KOG大招给破了 有点伤 这边只是真的是靠这个 纯路来打有点难呀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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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肉 现在只能把瘦王当肉 但瘦王当肉有点适合吃啊 两下瘦王就没血了 保存回去 KOG KOG KOG的缠绕 KOG的缠绕 也没有刚才那么舒服啊 对方毕竟有白牛啊 把白牛打完 只剩下一个 这才能开开心的放这个东西 但是 对方柯多有点多啊 柯多打起这个小鹿来 那也是很爽的 好 现在开始秒英雄 哎 一个缠绕 直到 这样对A下去打不赢啊 哦 六级先知就直将将被带走了 那怎么办 那小歪要撤吗 小歪表示 要继承先知的一致 继续在战斗 好 看到对方招出了一个大熊 那小歪觉得大事不妙 还是先撤一波吧 哎 先知没有付 或是没钱吗 还是说想直接买了出来 好 柯多吞了一个 柯多吞了一个鹿 一个柯多吞了一个熊 果然是有钱 直接把先知给买了 说一买出来 4级的兽王 加7级的KOG 把撒腿去跑 我先知有点猛啊 那主要还是 看一下 暗夜精灵只有5块钱 那瘦人还有65块钱 双方现在有点山穷水尽的感觉 好 瘦人放下了自己的分框 那暗夜精灵 让自己的奥本也开始爬 爬到分框坐下去 是吧 很快又演变成再一次单框打单框 小Y磕了一个进化药水 那先知没有啊 主要是没钱 真是没钱啊 不是不想磕 65块钱还真是没钱了 怎么办 哎 没办法 那挂一波机 是吧 再分框守一下 暗夜精灵呢 暗夜精灵 因为可以找小树来 那可以在外面去练一波集 如果是吧 练集 还能够赚一波小钱 瘦王直接练到了五级 那瘦王五级之后 这召唤物更上一层楼 好 现在 瘦人开始进攻暗夜的分框 我现在123456787 八个小树人 幸好瘦人这边还有两个白牛 终于知道啊 驱散的重要性了是吧 对方完全就是召唤流啊 没有驱散的话怎么打 好 小树篮往前冲 小精灵往前抱 哇 这两个白牛好像没有蓝了呀 两个白牛没什么蓝 那KOG很开心 可是可以开心的用自己的缠绕了 是吧 KOG用缠绕 瘦王赶紧用召唤物 这一波双方打着打着 哎 瘦人有点打不过 赶紧往后撤一下 这个科多好像也很危险 哎 小歪一个奶 但是六级KOG一个缠 幸好白牛的蓝恢复了 直接一个驱散 好 这一波 先知又招出了两个三级狼 那招出这两个三级狼来说有点凶啊 那 暗夜 暗夜这边小精灵好像也基本爆霉了 那小鹿 小鹿 小鹿也没有 现在只是把这知识鼓势站起来来打架了 现在没有小鹿 那现在轮到风水零流转呀 那接下来会轮到暗夜精灵没有驱散单位了 好 暗夜精灵没有驱散单位 那接下来这两个三级狼有一点凶啊 哎 继续拆这个矿盖子 反正不劳你采钱 你看一下 暗夜精灵现在有33块 寿轮还有55块钱 那寿轮的分块已经 我刚才是穷怕了 多个农民采矿 真是穷怕了 那现在 现在寿轮控制的很好 就是你二本坐下来 但是就是不让你采矿 矿盖子一直起步来 一次同时寿轮已经很开心的采了 那接下来寿轮没有钱 那个暗夜精灵没有钱 出不了这个小鹿 没有小鹿的话 就无法驱散这两个三级狼 这两个三级狼很凶啊 这两个三级狼继续在后排 插下这个矿盖子 那一直没钱这样打下去 即便这个寿轮一直死兵 那也没事反正自己有钱 好 两个英雄打不过 赶紧往后撤一下 把这个矿盖子打完之后 两个狼开始往前冲 想跟大部队汇合一下 好 这个暗夜精灵 终于再一次查到这个矿盖子 真的是好难好难过呀 半天坐下来已经好久了 但是一直采不了钱 两条狼继续过来 把两条狼又可以隐身 攻击力也高 这暗夜精灵 仅有的四个小精灵也不舍得爆 爆完之后真的就采钱的没小精灵了 这一步真的是打到了是吧 七岁 就像打蛇打七岁一样 暗夜精灵非常的难受 好 两条狼继续来拆 继续把这个矿盖子给拆掉 那先知先知啊 白牛一个驱散 现在有三个白牛了 就专门对护你的召唤单位 还有缠绕 诶 找了一个机会 开始秒KOG KOG 好 把保存交给 交给兽王 兽王保存一下KOG 但是大本指在旁边啊 那七级KOG阵亡 暗夜精灵 诶 要绝望的打出GG了吗 暗夜精灵 诶 直到最后 矿盖子还是没有缠绕起来 好 我们恭喜兽啊 虽然前期双方都比较猛 但是细心的兽呢 是吧 还是有一些小心思的 在对方开分框的同时 一直把对方的矿盖子打掉 那暗夜精灵一直采不了钱 导致没有小鹿 驱散不了对方的三级了 好 我们恭喜兽足选手 喜欢的朋友记得点一波关注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